大家好我是小冰啊我也来了 今天的话又是深夜聊美股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早聊也是聊晚聊也是聊 本来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录视频的话 必要不是非常大 因为今天大盘都长得非常好啊 NVIDIA 7.43 谷歌3.82 然后Facebook 17.59 那Facebook这种涨幅可能是 八九年来最好的一天涨幅 那虽然前段时间跌的比较多 但是这样的一个涨幅 那毕竟或多或少 可以把这个情绪面的话稍微带回来一点 那今天这种涨幅 今天这种涨幅我我自己看法的话 我更多偏向于它是一种relief rally 那么因为就像我昨天 我还是没有时间去看paypal的一个财报 那么但是如果paypal的一个财报 它是实际的把整年的一个营收开始往下挑 然后今天仍然是可以涨白 我记得paypal在哪 我记得paypal是涨了百分之十吧 那么这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今天还是在gdp 那么整个美国gdp出现负增长的一个情况下 市场完全忽略了这一条新闻 虽然背后的话可能是有可以 可能是有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 那么但是你gdp增长是负的就是负的 那么我如果我们从定义上去看的话 连续两季gdp增长是负的 整个经济就进入recession了 那所以非常有可能我们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recession了 从定义上就是怎么去定义的 好吧 所以市场完全忽略了 那么这一个负面的一个消息 包括比如说像paypal 他的一个财报并不是非常好 但是今天的话仍然可以涨百分之十几 那么那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空头的一种回补 然后今天主要说两家公司的一个财报看一下 那么市场对于gdp的一个解释 然后就看两家公司财报 一家是amazon一家是柔库 苹果财报我觉得应该不用讲了 如果需要讲的话 那我往后延一下 放到双收入或者放到明天 那因为财报本身的话 不管是topline或者是保证的 都是超过预期的 那唯一可能盘后下跌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把二季度的一个指引说 因为有可能那疫情和供应链的一个影响 导致会对他们一个营收影响在四到八个别点 那对于苹果来说其实还好 那么然后的话就是特斯拉特斯拉 那么前两天这种大那天跌了12%的这种跌幅 终于导到答案了 是一浪马斯克卖出了30亿美金手里的股份 而且这只是4月26日4月27号 买出的股份也出来 然后今天的今天你可以看一下纳指都长得比较好 然后特斯拉今天是负的估计今天的话 伊朗马斯克又卖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网上有人估计可能最后的话 那么在51到60亿美金左右 那么一浪马斯今天也发退了 他说我不会再卖了 那如果说明天美股继续反弹的话 我觉得明天特斯拉应该会有一步比较好的一波反弹 那么那是不是代表这一波伊朗马斯就直接卖完了 我觉得还不一定 今天他其实说了 他说那今天之后计划之内的抛售就没有了 那么但是不代表他以后的话不会卖 我完全取决于啊 购买推特就收购推特这一个房顶 背后的一个资金是不是冲突 能不能找到其他的一些资金 那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觉得有这一个潜在的可能 他可能需要卖出更多特斯拉的一个股票 然后稍微聊一下GDP 我就今天不是非常 我不是想非常展开想去说这个问题 主要可能对于股市的话 影响也不是非常大 这边的话我会觉得可以另外再开一个话题 把同样的双收入 我们可以详细的展开来说一下 但是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单去看这一个数据的话 他实际出来的数据比上预期年换的话 他就是低了2.4% 那而且我前面说这已经是一个历史 那从数据上从定义上去看的话 如果下一个季度 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GDP再是出现负增长的话 那美国经济就是进入了一个recession 好吧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这是CNBC他的一个新闻 他这边说 他说啊 这一个经济绝诈啊 他说这是一个noise 这是一个噪音 这并不是一个信号 然后现在经济的话 并没有进入一个recession 那么主要还是在consumer expendish这一块的话 仍然是增长了2.7% 那么意思背后就是说消费者的话 现在仍然是在消费 即使在那么高通胀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这一次GDP下降 就非常重要的是 那么且其实前两个季度就已经有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inventory bill的 那么库存的一个增加非常高 那么那这一个季度库存的库存的一个增加 他如果下降的话 那是比上上一个季度 他就等于是减少了 而GDP的一个算法是看一个环比的一个增长 然后把它年化 那永远都是一季度去比四季度 然后把它年化 或者四季度比三季度 然后把它年化 他不是看了一个是同比 好吧 反正这是背后的一个理由 而且inventory就库存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从整个一年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它是会抵消的就一个季度比较高 另外一个季度就比较低 反正这是背后一个解释 但是我还是还是那种非常简单 那就是他预测是1% 但是实际出来数据是负的1.4 那么那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整个预测的话过于乐观了 不过啊今天整个债券市场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那么债券市场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动的 特别是长期债券的一个利率没有动 那么那就说明这一个GDP的一个数据 反正从今天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债券市场那些投资者也觉得没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是亚马逊的一个财报 这边cnbc 我觉得他们总结的还挺好 所以首先那盈利能力啊7.38 adjusted eps的话7.38 比上华尔街预期8.36 这一个miss的话不少好吧 这是他的一个bottom 然后他的一个toplan营收 那116.44 比上116.3 基本上和华尔街预期的话是完全是符合的 然后aws也是比华尔街预期要高 那待会我们详细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故事线已经是两个起码两个季度 我带大家看啊 亚马逊财报应该不止两个季度 从前两个季度就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出 亚马逊的所有的盈利全部是来自于aws 我记得三季我没记错的话 三季度应该是啊 整个电商业务的话 他是赚钱的 但是赚了非常非常少 然后四季度就基本上是不赚钱了 全部是靠aws 然后这一个季度就非常便宜 这个季度啊 那电商那一块的话是亏钱的 反而是给awaws的话是拖后腿 那么待会看数字的话 我们再详细的上详细展开聊一下 那然后这一季度eps的话是很差 为什么因为有review的一个问题 那上一个季度也是一样 上一个季度发完财报之后 eps非常非常高 那么然后盘后机器人把亚马逊拉到非常非常高 那么但是上一个季度 因为review 那么他股价涨得非常好 所以亚马逊在eps这边非常好 然后这个季度同样的review股价 基本上呃从从前一个季度来了一个过山车 那么呢 对于亚马逊的财报影响的话就非常大 就在eps这一块的影响的话就非常大 对于他们运营来说的话 基本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影响的嘛 然后是营收要营收二季度营收的一个预测啊 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啊 这一次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除了特斯拉其他的几家大科技对于二季度营收的一个指引增长的话 都是各为数啊 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个财报 首先先看一下aws一个增速啊 两年增速把两年增速34 然后同比增长 今年增速同比增长37%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他们的一个增速在增加那么在加速网上啊 然后consumer business就一块的话 两年内一个增长的话是年化百分之三 然后这边其实有两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啊 首先aws那一块在他们事后在他们一个财报会议里面 那么管理层给出来一个指引他们的一个backlog 那就是积压的一些订单 aws那一块的话有将近要整整90个billion 900亿美金 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数字 基本上接下去三个季度到五个季度 一年左右的一些订单的话 全部是已经secure了 那所以aws这边的一个增速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 那backlog的一个增速的话将近有70% 对吧 所以这些backlog就这些积压的一些订单 最后的话全部会反映到他们的一个营收里面 那所以不夸张的说aws基本上要拖起起码一半以上亚马逊的个物质 起码好吗 所以这是aws这边的一个啊 我们需要注重的 然后在consumer business在电商那一块啊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啊 他们一直在做什么 一直在建他们的fulfillment 对吧 所以在而且这一个进程的话是结束了 所以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 你可以看到他说 we are no longer chasing physical or staffing capacity 那接下去的话 他们就要停止在fulfillment fulfillment network这一块的一个扩张 那然后把他们一个关注点的话 注重在提高效率上面 improve productivity 那么还有就是节约成本这一块啊 这两连续三季度一个财报去看一下他们一个电商 基本上是不赚钱的 为什么不赚钱 那么起码从这两季度财报去看的话 主要还是人工费的一个上涨 那么他们在cost在成本那一块的话完全压不下来 那么而仔细去看他们的一个营收和他们最后一个operating expense 其实中间的一个margin是很低的 那么之所以以前的话 每一个季度可以赚个几个billion啊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体量大 对吧 你那么体量营收在60个70个billion 那么那你的operating margin并不要非常高 你最后一个季度下来的话 你盈利就可以有几个billion 但是一旦你在那么在花费那一块 如果因为人工上涨成本上涨 包括supply chain 那整个物流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margin的话就完全被这一块给吃掉了 那所以那么两个季度上个季度和上上个季度 我就是我说如果说疫情开始缓解的话 其实对于亚马逊电商这一块的一个业务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并不要看哦 因为疫情那个原因很多人选择网上进行购物 但是实际上什么 因为疫情那个原因导致他的一个成本上升 那么亚马逊本来是从在电商那一块本来是赚钱的一个业务 我现在开始变成不赚钱了 那么那从投资者的一个角度来说 确实你的营收你的topline是增长了 但是你最后从不赚钱啊 最后从赚钱到不赚钱 那从投资者投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更愿意看到什么 当然是更愿意看到前者啊 那么所以疫情结束对于亚马逊来说的话是一个利好 就那么工资的一个上涨可以趋于平衡 那包括supply chain物流那一块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那么还有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 亚马逊准备要那做什么做fulfillment as a service 那就是把他们的一个fulfillment center开放 然后给其他人用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idea 那而在这一块的话他们已经有了25年的一个布局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我稍微说一下娱乐在entertainment这一块 那么我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一次更新 我有感觉亚马逊在娱乐这一块 其实在慢慢的开始追赶 而且慢慢的那有很多作品开始显现出来了 啊在奈飞的一个财报里面 那么他有分享过在过去一年里面 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份额 那么亚马逊这边 那么amazon prime 他的一个市场份额其实是在增加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这这在entertainment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完全忽略掉 然后来看一些数字啊 啊这一页基本上是每次我看亚马逊财报 最喜欢看的一页 因为这一页其实非常的直观明了 那首先上面是电商啊 not在北美和在国际上电商业务这一块 那么北美今年第一个季度 我看到销售额的话是69 然后他的一个运营那个花费啊 operating expense是在70.8啊 所以他最后的一个operating income是负的 那么而即使我们去看上一年的一个同比啊 其实64就营营收的话销售的话在64 然后operating expense差不多在61不到一页 那所以他的一个margin 其实你看呢 这一个margin其实是非常非常thin 非常非常小啊 所以一旦有一些些出乎意料的一些花费 那比如说疫情那就可以 那就直接导致这个业务从赚钱变成亏钱好吧 所以啊这是北美的一个故事线 然后整个国际上的一个故事线完全是一样的 对吧上一年的话是赚钱的 这一年的话又是直接直接又变成亏钱了啊 所以这是电商业务这一块 然后就是awsaws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啊环比增长 nest sale在30%多 然后最后他的一个operating income operating margin的一个增长啊 差不多有在55%到57% 对吧这又是我我这两天一直在说财宝的 这就是我说一直非常明显就是好的公司 他的一个top line 他可以不用增长的非常多 但是通过他在运营上的一个margin的一个增长 他可以使他的一个operating income啊 增速比他的一个那top line的一个增速的话要大 那这边亚拿圈aws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top line增速在37应该是三三四三十七 那么但是他的一个bottom line的一个增速的话在五十几 那所以看到最后因为啊电商那一块的一个亏钱 那所以全部那电商加上aws全部加一起的话 今年operating income的话才三点六 上一年同比的话是在八点八 好吧 所以从operating income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它是负增长的和facebook是一样的 那么然后最后的话这张图这边的话啊 就是对他们的一个operating margin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先这边是北美这一块啊 operating margin这是按季度来分的 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三点九五点四四点七 一点三零点二和二点三 那这是北美的一个margin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么然后国际上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边是国际上业务的一个margin 一点零四点一一点二三负的三点一负的四点四和负的四点五 那所以非常明显的两个趋势啊 北美的一个margin比上国际上的一个margin的话要高 那么而且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那么其实对于国际上业务的一个margin的影响 比对于北美的一个影响的话更大 好吧 然后的话就是下面aws 那么aws的话就非常非常夸张 而且完全是反过来的 你看这一行二十八三十点八二十八点三 三十点三二十九点八 这一个季度在多少 三十五点三啊 所以这一个季度aws的一个margin 绝对是整个财报里面最亮眼的一个点 那环比增长 你看到三十五从二十九点八直接增长到三十五点三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的一个backlog 那backlog将近要70%的一个增长 那这也是非常客观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啊 如果疫情我们进入后疫情时代 然后供应力又开始慢慢缓解的话 养马逊其实现在有一点像在一种底部 那么起码电商那一块是这样 有一点像在这种底部 而aws这一块的话是在一个takeoff 是在一个起飞的一个过程 那么那如果说疫情开始结束 然后那亚马逊在电商那一块 又开始慢慢开始赚钱的话 那再加上已经开始起飞的一个aws 我觉得接下去亚马逊的财报只会越来越好 好吧 然后最后的话来讲一下柔库啊 柔库的话 eps基本上是面子一点点和华尔街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吧 然后营收的话比华尔街预期要好 但是也没有好非常多 可能就两个百分点 然后对于二季度的一个指引一个guidance的话 是比华尔街预期要低的 所以拿着三者全部结合在一起的话 光从这三个数字去看的话 他的一个财报其实低于华尔街的一个预期的 然后最后的话 这边是柔库他们的一些数字 财报上的一些数字 我没有听他们财报会议啊 因为我听的时候 他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有没有回放 如果大家听过回放的话 那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需要关注的 从前几个季度财报一直遗留下来一个问题啊 柔库他们的一个active account 用户的一个增长 那么他靠的是什么 他其实主要靠的是他们卖出的一些电视机 那但是电视机的一个销量又受到中国疫情的一个影响 百分之一百电视机全部来自于中国 那么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一个电视电视机出口的一个问题 和电视机来源的一个问题啊 我记得在一个季度的时候 那么我有看到一些新闻说柔库准备到自己的一个电视机 或者啊找另外一个resource 那但是显然并没有反映在他们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里面 那么因为电视机的一个销量的话 反映在player revenue这边 好吧 所以这一个数字 这个revenue的话要上去 然后这个revenue的一个margin的话也要上去 那么这样的话 柔库的一个财报会稍微相当于说会稍微好看一点 那么而且可以同时增加他们的一个active accounts 增加他们的一个active accounts可以增加什么 可以增加他们平台的一个revenueplatform revenue 对吧 这对而且这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华尔街公司一般对于这类公司 对于在流媒体这块公司 他们最关注的就是月活数日活数 好 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啊 然后有三组数字 我看到这边啊 platform growth margin 现在是这一个季度的话是58.7啊 从过去两个季度来看的话 他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 这可能背后是和他们做 再要做自己的一个内容是有关 然后我记得在一两个财报前 他们就已经说了要做自己的一个内容 虽然花费比较小啊 但是可能还是要往着有一点像什么奈飞啊 或者亚马逊去靠拢了 要做自己的一个ip啊 但是这一个margin的一个下降的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一个research啊 R&D和他们一个sales and marketing啊 这两块的一个增速 一分分别是在61%和65% 这个增速的话是远远超过他们啊 total revenue 一个增速的在28% 或者或者说你即使抛开啊 player revenue 不管的话 然后在platform这一块的话 增速增速的话也是只有40% 那所以如果在花费上的一个增速去超过他营收上的一个增速的话 那你一定离盈利的这一个时间点的话就越离越远了 那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管理层有一点点感觉到他们一个增速的一个放缓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应该止步于现在 那所以加大了在sales and marketing啊 营销费用和研发费用 那么所以总体来说我正这这这些财报的话 对我来说好像一般我并没有觉得 我并没有看到一些让我非常亮眼的一些数据嘛 然后一些concern的话 我也跳出来r&d的增长和sales和营销费用的一个增长 那包括他们marge的一个降低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因为都不长期来说的话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好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给你们给我留言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